酒店位於歷史悠久的溫泉之鄉 湯塘鎮 位置四面橫山 環境清幽寧靜 酒店內有四個溫泉全眼 供應純天然的自湧溫泉 酒店佔地大 由大堂到房間都靠坐電瓶車 每次出入都送到房間門口 適合不想走路的奶奶 現在很有度假的感覺 這裏幾乎所有住客都住獨門獨戶的溫泉別墅 別墅分了三房和兩房的戶影 每戶都有私人的室外泳池和溫泉池 進行寧靜的私人空間之餘 又有聚會用的共用空間 適合一家大小或三五之幾入住 推開每戶的木門 就見到私人游泳池和溫泉池 夏天時可以同時游泳和浸溫泉 室外溫泉池也不小 坐三至四個人都絕對沒問題 游泳池進去就是客廳和小廚房 好大呀 對呀好大呀 好大個廳 有一部大電視 小廚房仔 可以煮熱點宵夜 老公吉不及待 說著今天在休息站買的汽水和啤酒 這裏還有一套Full Set的茶具 可以和三五之幾品名聊天 我們的睡房就在二樓 現在立即帶大家上去看看 跟著我來 上樓梯先 上面就我們的睡房了 先進來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一進來 已經有一個私人的溫泉 在房間裡面 然後這邊 就有一張雙人床 雙人床是King size bed 對住房內的電視和溫泉池 廁所和棋桿就在房間的另一邊 獨立的棋桿 溫馨提示 因為道家村佔地較大 第一次用熱水洗澡輸送的時間比較長 這點大家要留意 另一間是雙床房 這間房間就有露台 兩人房的套廁 這邊也有個沙泡 半露天的露台都有獨立溫泉 各自各都有私人的溫泉空間 Check in 後距離晚餐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當然要把握機會浸一下溫泉 奶奶喜歡留在房間裡面浸 我們三個就喜歡浸室外溫泉 大家各取所需 浸完溫泉 我們大約6時半就吃晚餐 晚餐的地點就是酒店裡面的中菜廳 因為酒店位處於寧靜的農村 菜式都是用回農村的在地食材 口味就以樸實的家常農家風味為主 吃完飯 我們就回到各自的別墅 一家人在月色之下 一路聊天一路浸溫泉 第二早的早餐 轉了去酒店內另一個餐廳 餐廳就在湖邊 朝早的陽光灑進來 令人特別醒神 早餐是自在形式 食物種類比較簡單 以煮食類為主 食碗粥清清腸胃 平衡前一天吃了這麼多餐大餐 食完早餐見到處的空氣這麼清新 我們就在酒店範圍內到處逛逛 這裡有個櫻花公園 很適合和奶奶過來舒展一下筋骨 剛好遇上桃花和櫻花一起盛開的季節 小山休想中滿盛開的櫻花樹 想不到不用出國都可以上櫻 由公園內的觀景台望出去 景色開揚 遇上難得的櫻花和桃花美景 可以悠閒地坐下來慢慢欣賞 是時候要check out 酒店逐戶安排電瓶車送我們去前台 不用自己拿行李 夠貼心